男孩只是突然头发变白 竟立马遭到了数百名士兵的包围 主因她的身体正在发生一面 即将变成一种吃人的怪物 然而男孩却强行抑制住了嗜血的冲动 转头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要求 能让我最后抱一下我妈妈 我已经给她打过电话了 之后我会跟你们走 一旁的特能斯几个头目虽然表面答应 但内心已缺个怀鬼胎 有人认为男孩没吃过人并且存在良知 说不定可以拉拢 也有的人认为像复苏者这种吃人的怪物 就理所当然一个不留 然而很快远处就出现了一个飞奔而来的声音 来源正是男孩的母亲 可正当他为母亲的出现分神之事 一位叫宫起的搜查官却突然用手笔做了一把枪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事 哐的一声直接一枪精准命中了男孩的眉心 让他坠入了桥底 虽然眉心是大部分复苏者的弱点 可被击中的男孩却并没有死去 反而伤口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与此同时 一道声音传入了他的大脑 我名为旁比 你可愿意继承我的意志 拥有我的力 愿意 说完他就陷入了无尽的黑暗当中 不知道过了多久 男孩恍惚间听到了几个嘈杂的声音 老板 他都没心中枪了还能活吗 捡都捡回来 我总不能看着同类去死吧 快去准备一点血液给他喝 就这样 他被一家饭店的老板证下 并且改名为李晨秋 老板也是一名复苏者 复苏者的外表和人类并没有多大差别 只不过是要通过汲取人血才能维持外貌的年轻 时间一晃便过去了两年半 在这段时间里 李晨秋虽然一直都在饭店打工 但心里却从来都没有忘记那一天 他漫步在下着大雨的街上 一个完美的计划已经在心底巧的二生 可没走两步 兜里的电话便响了起来 正是饭店老板李济打来的 臭小子 赶紧给我回来 你突然打听特征局第四小组干嘛 李晨秋一脸平静 自然是要去复仇 天时地利现在都站在我这边 你疯了吗 你现在的能力不过是一进 而第四小组组长王仲山 起码都是三进 李晨秋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店长的担心也不无道理 一般的复苏者机能达到上线后 便可以通过吞噬人类 从而达到破镜的效果 但是李晨秋却因为内心抵触 所以这些年来一直都没有破镜 我见识过三进天命者的战斗 那种水平 我早在半年前就达到了 你 理机一失与色 那你告诉我你的位置 我和李清下去帮你 不用了 李晨秋挂断了电话 接着走进了一家麻辣烫店 这是他还是人类的时候常来的地方 老板娘 一份素食套餐 没有了小伙子 素食套餐早在两年前就取消了 这样啊 那来一个肥牛套餐 要了一份肥牛套餐后 李晨秋便找了一个有人的位置坐了下来 他一直盯着对面 这个大约四十岁 皮肤粗糙干裂 像是做体力活的工人 这个男人就是他今天的目标 李晨秋的奇怪行为很快就被男人发觉 你从进来的时候就一直看着我 是有什么事情吗 李晨秋抽了两张纸巾缓缓擦了擦手上的雨滴 觉得好吃就多吃点吧 以后就没有机会 男人听完浑身一颤 接着便把左脚移到了桌子外里 外头有几十人盯着这里 出了这个门 你可就真的要死了 复苏者 男人的瞳孔骤然缩小 一颗鸡蛋大小的汗滴应声跌落 你 我是来帮你的 李晨秋说着滑跨了自己的手指 而伤口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正如你所见 我也是个复苏者 你可以劫持我做人质 特能斯的人不敢贸然动手 到了炉江大桥后会有接应我们的人 美美的饱餐一顿之后 李晨秋扫码付了款 而就在这时 男人也突然出现一把锁住了他的脖子 拖着他就朝着外面走去 老板娘见状立马拿起了电话 快点放开他 不然我就报警了 然而男人根本不吃这一口 直接一脚将旁边的墙开了一个口 这一幕让围观的路人感觉到了不对劲 那么强大的力道 这家伙是复苏者 话音落下 围观的人群很快就一花儿散 而男人也很顺利的来到了炉江大桥 可刚来到这里他就发现了不对劲 人呢 你不是说有人来接应我们吗 一眼望去 不仅是桥面上 甚至是连海面上也没有一个人员 男人很快就意识到 自己被这个小鬼耍了 你是想用我作诱了吗 然而就在他举起拳头 准备教育一下他事 不远处却突然急驰而来一辆吉普车 车门打开后 一个面容白皙的青年从容的走下车 这个人李晨秋再熟悉不过 正是第四小组副组长公企 管事的是吧 给我准备一辆车 让士兵不准难我 等我出了城区就把人放了 男人扯着嗓子喊道 面对他的要求 恭喜却只是摊了摊水 若是你现在放了人质 我可以安排你的家人见你最后一面 这是我能做出的最大让务 而身下的李晨秋也开口复述 根据联邦规定 若是复苏者挟持人质提出不反要求 特能斯有权强制执行肃清 这句就像是压死男人最后一根稻草 他死死盯着李晨秋 都是你这个家伙害我了 你也别想活 说完他便用尽全身的力量 狠狠一拳砸在了李晨秋的额头上 清脆的骨裂声在鱼里显得格外刺耳 但是下一刻 男人就捂着手指痛苦地大叫了起来 他的拳头就仿佛砸到了钢板上一样 就连手腕关节也全数不足 这一幕让特能斯所有人员都目瞪口袋 就连宫起和王仲山也不例外 但经验丰富的王仲山很快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素青 这两个家伙都是复苏者 下一刻 巨大的枪声和雷鸣同时响起 魅力麻麻的子弹立马朝着两人射去 然而李晨秋却还是面色如常 并话音落下 他周围的雨滴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 全部都悬停在空中 金属撞击的声音不断响起 所有子弹在碰到悬停的雨滴时 竟全部都被崩飞出去 这是李晨秋学会的第二个异能积水 原来在他的梦境中存在着12只黑白色的怪物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发现每击败一个一镜以上的人之后 都会让梦境里的怪物多上一份色彩 而他的积水 就是其中一只满色彩的怪物提供 眼见普通的枪械无效 王仲山秘密连细地架在远处的反器材狙击手 而宫崎也摘下了自己的手套 用手做出枪的动作瞄准了李晨秋 两道枪声同时响起 子弹视如破竹般穿透了雨滴静止的飞来 可李晨秋却不躲也不闪 任由子弹穿过了自己的身体 打偏了吗 怎么可能 宫崎惊讶地瞪大了双眼 那么近的距离自己绝对不可能打偏 可为什么那家伙身上没有伤口 不信邪的宫崎再次举起右手 可李晨秋根本不给他开枪的机会 一眨眼便冲到了身前 抓着他的脸撞向了吉普车 强大的力道几乎让车门内部都发生了凹险 王仲山健壮立马下令停止射击 所有一镜以上的队员 跟着我与其近身战斗 王仲山大喝一声 身先士卒地冲在了最前头 几十名特能斯的队员也紧随其后 可李晨秋却咧嘴笑了起来 话音落下的瞬间 所有悬停的雨滴突然朝着四面八方射去 一众冲松的特能斯队员都被打成了筛子 唯独王仲山 全身都变成了五彩斑斓的黑色 凭借身体生生地抗下了这一击 眼见自己的队友受伤 王仲山双眼变得炫乎 他握紧了长刀砍向了李晨秋 恐怖的力量直接在雨幕中刺开了一道无语的区域 可李晨秋却微微一笑 接着竟然用手指钳住了他的刀 即便王仲山已经全身抱起轻惊 却也无法让长刀前进半分 看着眼前笑眯力的李晨秋 他的脑海中竟然本能地产生的逃跑的念头 但这个想法很快就被打消 自己是特能斯第四小组组长 并可战死也绝不后退 然而就在这时一道怒吼打破了瓶颈 你这个该死的家伙 弓起挣扎着站了起来 他双眼布满了血丝 举起双手就瞄准了李晨秋 然而就在这时 方圆十九米的雨滴再次悬停 你们最好都别动 这一幕让在场的特能斯队员都无意敢动态 好机会 掩在一百米开外的反器材狙击手再次开火 子弹划破了空气发出音爆 却再一次穿过了李晨秋 在他身后的地上打出一道大坑 怎么可能 又空了吗 狙击手一脸难以置信 一百米的距离 就算让他打苍蝇的细胞都从来没有试过什么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其实在子弹袭来的瞬间 李晨秋只是小幅度扭动身体躲开了 但是因为速度太快了 所以在别人眼中是子弹直接穿过了他的身体 李晨秋看了一眼子弹射来的方向 都让你别动 接着一滴雨水便穿透了狙击手的脑袋 王仲山的对讲机里传来一声惨叫 这时他才意识到 眼前的这个家伙的实力 恐怕已经达到了可怕的武进 而这个城市的特能斯 最高的不过才四进 李晨秋爬上了车顶 两年前 一个叫陈修的少年在这里被你们杀死 按联邦法你们应该打捞 并把遗体交还给家属 可你们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他的妈妈为了要回自己儿子的尸体去特能斯大路 而那天桥上的视频也被曝光 一时间群情激愤 无数人为陈修发声 谴责那个杀人凶手 王仲山眼神挑乎由离 犹豫了好一回才小声开口 卢江打捞尸体难度太高 而且这件事已经闹得太大 我去了他家里 以特能斯的名义给了他一万块钱 但是他的情绪十分不稳定 在我离开后就跳楼了 克里晨秋听完却大笑了起来 他拿出一张照片丢到了王仲山面前 里面是一个被绑起来的女人和一个孩子 给你最后一次说真话的机会 当王仲山看到照片后 双眼顿时变得通红 畜生有什么事情冲着我来 动我家人算什么本事 王仲山为了老婆孩子的安全 还是不顾副组长宫起的阻拦说出了真相 是我把他从七楼扔下去的 当初宫起击杀了那个没有反抗之心的复苏者后 遭到各界的口诛笔伐 而他的高官爸爸为了平息这件事 就给了一笔钱让我去做 王仲山说着将头深深的低下 他知道自己今天在责难逃 只求对方能放过他的家人 李晨秋深邃的双眸平静地看着他 你往心脏扎一刀我就答应了 话音刚落 一只明晃晃的长刀便被扔到王仲山面前 多谢 他留恋地转头看了一眼特能斯的队友后 就毫不犹豫一击刺穿了自己的心脏 钻心的疼痛 让他的眼泪和鼻涕不断地流了出来 但是王仲山身为三境天命者 即使是心脏受损 却仍旧最少能活上一分钟 本以为自己终于成功绑住了家人 可以抬头 就看见李晨秋正拿着手机在摆弄什么 十几秒后 手机里传来了让王仲山心碎的惨叫 你 他颤颤巍巍地伸出手朝着手机抓去 这也不算我实验吧 早在答应你之前 他们就已经死了 李晨秋冷漠地说完 便转头看向了一旁的宫企 谁知就是这一眼 静下的宫企摊坐在了地上 他 他污蔑我 李晨秋没有在意他苍埋的便捷 只是自顾自地从对方兜里拿出了手机 然后给一个备注叫ATM老灯地打了一个电话 一阵悦耳的铃声响起后 电话被接通 李晨秋开门见山 你是宫企的爸爸吧 如果三十分钟后 你们一家人没出现在这里 你就过来给他收拾吧 然而电话那头的公司桶却看得十分透彻 儿子没了还能再生 我去了那可就真的没了 你最好先看一下你都周围吧 话音刚落 一旁竟然就传来了密密麻麻的轰铃声 转头看去 不仅是大桥两边驶来上百辆机统车 甚至就连江面和空中 都被特能斯藏重封锁 无数道直升机的白光打在了李晨秋的身上 让他插翅南飞 放了我的儿子 我可以让你活着离开 现场情况的逆转 让公司桶的语调都变得霸声了起来 他作为特能斯的司桶 可以调动的精兵强将不在少数 但李晨秋却没有再理会他 而是带着宫起慢慢向着桥边走去 所到之处 他所控制的雨滴 也不断地射杀着特能斯的队员 这一幕让直升机驾驶员牙齿都几乎咬碎 队长赶紧下令开火吧 那个怪物都已经开始杀人了 可得到的答复却是 公司桶的宝贝儿子还在对方手上 绝对不能开火伤到他 不出一会的功夫 就有一大群的特能斯队员阵亡 可此时李晨秋却停下了脚步 这个位置 正是当年自己被宫起射杀的地方 抬头看去 甚至妈妈向着自己奔来的画面还粒粒在目 而现在妈妈已经没了 所以晨秋也死了 我从今以后叫李晨秋 我一定要把所有人都踩在脚下 李晨秋暗暗地在心里发誓 可下一秒他却一把松开了原本抓紧宫起的手 这一瞬间 宫起被巨大的胜利感冲昏了头脑 这家伙一定是怕了 他连滚带爬地冲向特能斯的车队 等着吧 今日的居如我回家被奉还 可走着走着 宫起却突然倒在了特能斯车队前面 原来他的脑袋早已被与低射船 这一幕让指挥官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宿起 准备宿起 子弹上膛的声音不断响起 黑洞洞的枪口全部对准了李晨秋 甚至就连直升机上的导弹也是 这可不是李晨秋的身体能扛下来的东西 宿起 随着指挥官的一声令下 无数道火光冲天而起 密密麻麻的子弹无情地贯穿了李晨秋的身体 接踵而来的 还有数十枚散发着恐怖热浪的导弹 李晨秋就这样微笑着向后道去 李 话音刚落 他的身体竟在众目回馈之下 像水一样逐渐变得透明 最后消失的一点不剩 半个小时后 在离炉江桥下游三十里的地方 李晨秋爬上岸 不顾形象 他便迫不及待抓了一只野鸡吃了起来 看似不经意地脱身 实则却已经几乎耗尽了他全身的能量 然而正当他大快躲鱼的时候 兜里的手机却突然响了起来 小秋子 炉江大桥闹是那个是不是你 李晨夏用了几乎思索的语气开口 在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之后 他更是直接愣了两秒半 你压得开挂了吧 新闻上说你已经突破到了五金 李晨秋笑了笑 那倒没有 我现在还是一劲 只是拼尽全力可以勉强打打三劲 而在另一边的特能斯会议时 所有人大气都不敢喘 因为不仅没能救下龙斯桶的儿子 并且连凶手都没有抓住 一旁的指挥官张公只能立得头皮站起来 斯桶 很抱歉 是我的指挥失误 公然平静的抬起眼眸 不怪你 这只复苏者的实力 已经远超特能斯的管辖范了 我们要上报安统斯 让他们进行灾害评级 然后派人把这家伙肃肃清 此话一出 现场的压抑氛围都瞬间被点燃 所谓安统斯 那可是联邦最顶级的天命者会局定 可以说是他们来决定人类的走向 好的 斯桶 我们会全力配合安统斯的评级 配合 谁叫你们配合 公然脸立马缠了下来 你们必须往大了说 最少要给那家伙评个高威 我要让他死 就这样 原本光靠李晨秋在战斗中所使用的能力 最多也去不过评一个中威 但是在指挥官的天佑加醋下 什么李晨秋能徒手接导弹 什么李晨秋用姜水制作了几十辆直升机 这让视频中负责评级的安统斯人员都呆住 这也太扯了吧 但是看到特能斯人员脸上坚定的表情 他还是选择了相信 然而到了评级结束屏幕熄灭的瞬间 特能斯众人尽力马爆发出一阵大笑 哈哈哈哈 老张 你是怎么能脸不红杏不跳的说那么扯的话 在欢声笑语中的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 所有人的一举一动都在安统斯的眼里 要把这些家伙全部革职吧 不 就按照他们说的 平易的高威 女人的双眸中浮现出一某明珠 我看过了现场的战斗 这只复苏者的异能上线太高 如果他成长到可以控制全城的雨滴会怎么样 对 图城就在一秒之内 可在大闹完特能斯之后 李晨秋却并没有选择躲藏起来 而是来到了市中心最繁华的街道 他并不担心自己会暴露 因为早在那场战斗之前 他就已经使用绝对掌控异能改变了外貌 李晨秋坐在小绵羊上面 百无聊赖的等着那个去买穿穿的二哥回来 怎么那么久 不会是时薪都高达六元吗 还在和老板谈价吧 然而就在李晨秋思考的时候 他的身体突然一抖 仿佛身后有一道阴冷的目光将他牢牢锁定 李晨秋不敢回头 他立马拿出手机给李清夏打了电话 二哥 我好像被监视了 看看我身后大概一百米的地方 有没有什么异常或者什么奇怪的人 李清夏抬起了头 一道蓝光从他的双眼闪过 远处的一切都突然变得无比清晰 只是一个小旅馆 除了上了年头之外好像没什么异常 喂等等 李清夏突然双眼一瞪 五楼好像有点不对劲 窗帘后面站着一个人他动也不动 好 李晨秋挂断了电话便漫步走进了巷子 可一到视野盲区 他的速度就快到只能看到残影 到了旅馆的楼下 他看了一眼五楼的方向 双腿借了一灯 便化作一道黑影女顺为之势 从窗户窜进房间将那身影压在了身下 谁让你来 李晨秋刚想说些什么 但在看到对方身上的制服就呆住了 这是11号城市治安寺的制服 而房间内还坐着几个男男女女 他们有着和男人一样的穿搭 甚至还有一个在吸溜着泡面 但大部分都已经把泡面吃完了 泡面加吃面起码得十分钟 他们比我来这里早太多 所以这些人并不是监视我 李晨秋尴尬地轻咳了几声 但看到男人胸前挂着的摄像头后 他的面色顿时一飞 摄像头是时时连接着治安司数据库的 也就是说 自己这张脸暴露了 可可可好吃炒饭店员李晨秋 能飞檐走壁的本事很快就要人尽皆知了 想到这里 李晨秋只感觉自己脑袋瘟瘟坐下 好的话肯定就被定义成复苏者了 炒饭店也就不用开了 而这时治安员也终于反应了过来 拿起手枪齐刷刷地对准李晨秋 快放开老长 虽然男人声音很有气势 但颤抖的身体还是暴露他的不安 李晨秋将双手举了起来 你们误会了 其实 其实 其实我是个天命者 居然原本警惕地盯着李晨秋 并没有因为他的话而放松警惕 那你就弄出一道伤口来 这是检验身份的唯一方法 复苏者的任何伤口都会在几秒内恢复 好 李晨秋猛的一用力 便直接将下嘴嘴唇咬破 红色的血液顺着他的嘴角不停地往下流着 在等待了十几秒后 李晨秋嘴唇的伤口却仍未愈合 这时几人紧绷的神经才放松了下来 复苏者要想伤口不愈合只有两种方法 第一是像李晨秋这样有绝对掌控的意味 而第二重大就是像李记和李清夏那样 只进食适量的血液 让体内的能量只足以维持外表不衰亡 不过这种方法会使复苏者长期处于饥饿状态 小兄弟 方便说一下你的名字吗 治安员老实地笑了笑 李晨秋 他自然知道对方是想干啥 每一个天命者的信息 都会被收录在当地的特能斯系统里 治安员使了十眼色 一旁的女人便开始用手机查找李晨秋的信息 可就在这时 李晨秋的手机却突然响了起来 他借着接电话的借口来到窗边 电话是李清夏打开的 小秋子 四楼也不对劲啊 明明有人却不开灯 李晨秋攥紧拳头 他现在真想把自己这个二哥垂进土 挂断了电话之后 李晨秋在众目睽睽之下 竟然毫不犹豫从窗口跳了出去 他抓住了强颜 猛的一荡便成功进入四楼 这里弥漫着一股呛人的烟味 但是却没有看见任何人 李晨秋赶往前去按下了开灯键 可房间里的灯却并没有一样 没有房卡 这家伙是闯进来的 李晨秋顿时眉头一皱 紧接着打开了手机的手电筒 在房间转了起来 很快他的目光就被桌子上日历吸引 日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只是上面的4月16号被笔捐起来了 4月16号 李晨秋低声难难道 他脑子里并没有想到 有任何事件和这个日期有关 但就在这时 治安寺的人也破门而入 怎么回事 你必须说清楚 治安园警惕地举着枪 李晨秋无奈地转破了身体 刚刚我在买尸的时候 就感觉到了有人一直盯着我 所以才会从窗户闯入 我要找的人应该在这里排队 李晨秋装出一副懊恼的样子 说我刚刚的行为是不是违法了 天令者不归治安寺管辖 但是治安园的话音刚落 全员就齐刷刷地举起了枪 既然你说你是天令者 那为何不去特能斯报备 你和这个月的多起失踪案 到底有没有关系 失踪案嘛 李晨秋恍然大悟 原来他们待在这里 是为了这件事 他苦笑了一声 我是最近才成为天令者的 还没有来得及去报备 话音未落 治安园的对讲机 便沙沙地想了起来 收队 嫌犯已在东平街被逮捕 众人见状都松了一口气 收起枪退到了一边 很抱歉 小兄弟 最近实在不太平 治安园走过来 低头道了一个歉 明天早上我们的人会联系 协助你去特能斯进行报备 李晨秋虽然内心很不情愿 可架不住对方的态度坚定 告别了治安司后 李晨秋便带着李清夏 骑行在街道上 这么说你明天要去特能斯报备 怎么不小心一点 做一个顶着天令者 名头的复苏指 以后八成是要出事 李晨秋没好气 我走的都是监控的死角 连指纹都用绝对掌控改变了 我还能怎么样 你应该问问我有没有看清楚 李晨秋只感到一阵无语 这时他突然想起了那本日令 你知道4月16号有什么大事吗 4月16号 李清夏低着头思考了一回 北黄山那边好像有个什么大型距离 你还有心情关心这点啊 不如好好想想等会怎么跟老板解释吧 李清夏幸灾乐后的笑出了声 很快车子便停在一家饭店面前 以自求多福吧 李清夏拍了拍李晨秋的肩膀 一溜烟跑进了店里 停好了电动车后 李晨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然后缓缓地走进了饭店 店里充斥着一股营烈的酒味 李晨秋寻微望去 只见一个脸颊红彤彤的老头坐在了地上 他的周围散落着无数个空酒亭 老板和朋友喝醉了 你扶他上二楼吧 这里我一个人收拾就好 李晨秋没有多说什么 他将李济扶到了二楼的床上 可以躺下去 李济就迷里糊糊地睁开了双眼 哎哟 这不是不需要帮助的实力哥们 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 老板 你喝醉了快点睡吧 李晨秋关了灯正准备走 却被李济一把拉住 任凭他怎么挣扎 对方就是死死攥着不松 僵持了几秒后 李济用一种怯生生的语气开口 既然已经报了仇 那就答应我 以后别干那么危险的事情 我们三个就这样好好地活着 好吗 最后李济几乎变成了恳求 可李晨秋却摇了摇头 我们能一直好好地活着吗 门啊 我做饭赚钱 能给你买肉也能给想象难心 每天都安安乐乐的 李济的眼神里充满了向往 安宁都是编织的美貌 我们总有一天会醒 李晨秋握紧了拳头 这无关善恶 但复苏者这个身份就是死作 就像当初我在桥上那样 我明明什么都没有做错 却仍旧死在了特能斯相口下 李晨秋转身缓缓地走下楼 我妈已经因为我的无能而死去了 我不想再重蹈覆辙 一个禁忌已经在她的心中悄然孵化 到了第二天 李晨秋给老板他们做了些简单的早餐 便跑步前往了特能斯 四十几公里而已 跑跑停停也就一会儿的功夫 然而就在李晨秋正在跑步的途中 李晨秋的命令 让我接你去特能斯 不用了 我自己过去就好 等到了我给你拍个照发过去 李晨秋笑着回绝了他 电话那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过了好一会儿后 朱成的声音才响起 其实 其实小兄弟 今天是特能斯测能日 我想去看看 平常我们治安斯是不能进去特能斯的 你就帮帮输吧 李晨秋停下脚步 最终告诉了朱成自己所在的地址 十几分钟后 一辆治安斯的小车车稳稳停在他面前 车窗缓缓落下 一张憨厚的脸从中叹了出来 小兄弟 上车吧 麻烦了 李晨秋点了点头 拉开副驾驶的车门坐了上去 此时车内正在播放早间新闻 说的正是昨晚卢江大桥所发生的事情 目前这只复苏者下落不明 请广大市民注意出行安全 朱成长叹一口气 真是恐怖啊 希望我不会遇到这只复苏者 坐在一旁李晨秋面色古怪 确实挺恐怖的 希望我们都不会遇到 朱成见李晨秋面色暗沉 以为他是被新闻给吓到了 放心吧 等安统斯给这只复苏者定完灾害等级 便会派天命者来11号城市 那只复苏者活不了多久了 希望如此 李晨秋点了点头 对了 朱书 你说的那个测能日是什么意思 每个天命者的异能都有高之分 测能日就是给那些还未评级的天命者评级的 天命者的异能被划分成三个大类 分别是元素 特异 极身三大类 元素吸异能就比如雷电 烈火这些的 是公认的最强攻击性异能分类 极身细异能是直接作用于天命者的身体 这类异能上线低 但下线高 特异细异能就比较特殊 只要不属于上面两大类的 都会归于特异细异能 这类异能强得非常强 异能的等级分为到F5个等级 至于网上的 朱诚想了想开口道 据说在安统斯内藏着一块石刻 那石刻上写了许多诡异非凡的异能 有人说这是神明异能的序列表 一旦觉醒石刻上的异能 就能拥有毁天灭地的能力 听到神明二字的李晨秋心跳一致 这让他想起了两年前的那句话 无名为旁 你是否愿意继承我的意志 这两者之间是有什么联系吗 见李晨秋心事重重 朱诚赶紧打了个曲 这都是网上人瞎说的 联邦史上哪有什么神明 哎对了 好像还说了第一序列的异能 叫什么自由 很奇怪吧 在两人的交谈中 车子很快便来到特能斯的门口 李晨秋推门走下了车抬头看去 百米长的黑铁门框 一样审视着进出的车辆与人群 弄这么个大门 起码得花十几万吧 李晨秋感慨道 朱诚拍了拍他的肩膀 年轻人还是经历的事情少啊 这起码几十万 这是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不屑的讥笑道 两个土鳖 这都过千万了 朱诚尴尬地揉了揉鼻子 一声不吭地朝大门口走去 在门卫处登记完信息之后 特能斯的工作人员 将两人带到一个长长的走门里 大概描述一下你的意名 一个坐在电脑旁的年轻女人开口说道 李晨秋的异能是绝对掌控和积水 这两个肯定不能说出来 于是他便瞎编了一个 我的异能就是力气很大 力气很大 女人诧异地看向李晨秋 普通人在成为天命者时都会突破到一击 每个人力气都很大 你是不是搞错了 没搞错 我看过网上一进的战斗视频 我的力量比他们还要大 女人的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跳动着 不一会儿的功夫便输完了基本信息 只有命名那一栏是空的 你可以自己起名字 如果不会起名我就给你起了 如果可以的话就叫神力吧 登记完信息之后 李晨秋跟着朱成离开了这里 路上朱成一脸好奇地问道 小秋你说你力气比一进的能大一些 具体有多大呀 李晨秋抬头思索了一会儿 使用权力的话大概接近四进 朱成退后一步 难以置信地上下打量着李晨秋 他不是不相信李晨秋的人品 而是对方说的话太离谱了 联邦历史上从来没有一进 便有堪比四进的显示 除此之外 李晨秋还知道了一个快速提升肉身各项机能的办法 但是复苏兽的来源太少 如果去购买化 这种途径是他这种实心高达五元根本不待考虑的 又或者加入特能斯和安童斯 加入之后联邦会定期发放复苏兽的肉 除了这两种之外还有最后一种 那就是加入联邦天命者学院 而李晨秋的目标就是最强的四大学院其中一组 不久后李晨秋来到了测试广场 由于测能场不允许无关人员进入 朱成只能去荧幕厅去观看 李晨秋站在原地扫了眼聚集在一起的众人 他的第六档告诉自己 这些人加起来也打不过他 所有测能人员在场中央集合 按序号排列 众人听到声音后都陆陆续续朝广场中央走去 队伍被按照异能类别分成了三队 元素系异能的队伍只有三人 特异系异能的队伍有八个人 而李晨秋所在的极深系异能队伍是人最多的 足足四十三人 李晨秋目光穿过人群 一眼就看到了站在特异系队伍里的一个男子 那是他的死党 七明月 两人家住在一栋楼里 几乎从小到大都待在一起 就好像亲兄弟一样亲密无见 一时间李晨秋的神情有些恍惚 他下意识地迈出脚步 但很快又收了回来 当李晨秋成为复苏者的时候 他和人类就已经是靠近 但不可能相交的平行线 这是一个穿着制服的中年男人 扯着嗓子喊道 先进行测试的是元素系 之后特异 急身最后 在马前的带领下 一群人来到广场的左脚 一号 静雪 在众人注视下 一个打扮文静的少女走出人群 跨过护栏走进龙色场壁 她长舒一口气 那双深黑的瞳孔 在这一刻逐渐朝冰蓝色靠路 噼里啪啦的脆响在她桌身响起 一块块冰渣在空中凝聚 在女孩的操控下汇聚在一起 化作一根根尖利的冰锥 与此同时 站在角落的李晨秋瞳孔微微一颤 盯着女孩凝聚出的冰锥久久回不过神 在她的眼中 那一排排冰锥像是精神分裂了一样 一会儿变成流动的水 一会儿又转变成坚硬的冰块 原来冰和水可以转换了 李晨秋嘴角微微勾起 沉闷的破空声响起 冰真们撕裂眼前白色寒物冲向侧能体 但是在碰撞的瞬间 便立刻碎成精灵的冰渣 这破坏力对于侧能体来说就像棉花 甚至连一道浅浅的痕迹都没有留下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一个大大一出现在侧能体上 可看到的这一幕的女孩却笑了起来 一等级加上元素系 这足以让他在一座城市中 有较好的社会地位 不错 如果有一项加入我们特能司 我可以帮你联系军事基地培训 马前温和的笑了笑 谢谢 我会考虑的 女孩明媚一笑跨出了护栏 见女孩离开侧能台后 一时间有许多人都朝那边围了过去 只有极少数站在原地不动 李晨秋与齐明月就在其中 由于两人的之间在无格当 他们便同时偏投 两道冰冷的视线碰撞在了一起 不过转瞬之间 李晨秋就挪开了眼睛 随着二号测能者上场 众人才随之散开 将两人之间的空间再次填满 李晨秋双手插都离开人群 他刚靠着墙壁坐下来 可以抬头 一张熟悉的脸便映入眼帘 来人正是齐明月 你有事吗 李晨秋像看一个陌生人一样 齐明月微微一愣 从脸上挤出一抹笑容 没事 就是莫名觉得你挺熟悉的 我一直待在11号城市 或许我们在哪里碰过面吧 李晨秋微微一笑便转身离去 他不敢在齐明月身边待着 齐明月对他太熟悉了 准确的说是对陈修太熟悉了 之后的两个元素系天命者 并没有什么出彩的表现 都是平平无奇的爱 相比于元素系 刻意系倒是惹得不少欢声笑语 什么奇葩的异能都有 比如可以让头发变成乌鸦漫天飞翔 在一个小时后 刻意系的侧能终于接近了尾声 只剩下了最后一个人 8号 齐明月 马前扯着嗓子大声喊道 齐明月名字响起的一瞬间 原本有无精打采的众人 纷纷提起精神 魂无手 可操纵敌人的灵魂 控制敌人的行为 看台上的大佬 看着资料册自言自语道 世界上真的有灵魂这一说法吗 测能场上 齐明月轻台双眸站在原地 这些人都是一镜 你只要能控制其中一个人 完成我所指定的动作 我们就会根据你的表现进行评济 站在50米开外的众人 并听不到他们声音 只能看到两人嘴巴不停的动态 但是突然 一道猖狂的大笑声在场上响起 众人闻声看去 只见一个特能斯队员 正在捂住肚子狂笑 齐明月指着狂笑的人 转身看向马前 可以了吗 撤 马前瞳孔阵战 一会儿看看齐明月 一会儿看看不断狂笑的手下 没想到世界上 还真的存在这种人力 呃 可以了 马前后知后觉的点了点头 对身旁的手下吩咐道 带他去吧 如果复苏者有异动 立刻肃清 送走齐明月后 马前来到众人身前 接下来进行的是 极深系异能的评级 极深系的评级比较简单 我们分三个队伍进行统一评级 速度型的站我左手边 力量型的站我右手边 防御型的站我中间 话音刚落 整齐的队伍便散了开来 几分钟后 四十多人很快都选好了 自己异能的类型 李晨秋便走到了 力量型队伍的最前方站了下来 很快 在马前的带领下 众人来到先前元素系的侧能台上 和之前的规则一样 进去攻击侧能体 一分钟后会显示评级 你进去 马前以命令的口吻 对李晨秋喝道 李晨秋文言 跨过忽兰走到侧能梯面前 接着伸手摸了摸侧能体 然后竟然转头 看着马前说出一句 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话 这侧能梯接什么 要是我把它打坏 这不会要我赔吧 几秒之后 一道吃笑声在人群中响起 这小子是不是想当网红啊 故意这么搞事 弄傻子人设 一级的兵元素 都没能在上面留下一点痕迹 他是怎么敢问出这话的呀 你用全力打 打坏了我赔 马前激笑道 他还是第一次见这么二的人 一进打坏侧能梯 这是把自己当超人了吗 听到满意的答复后 李晨秋才放下心人 接着将自己左腿的膝盖 提于胸前 相比于拳头 膝盖其实破坏力更大 砰的一声 李晨秋的膝盖像炮弹一样 撞向侧能梯 来了来了 李晨秋的膝盖像炮弹一样 撞向侧能梯 在众人还未反应过来的时候 这楼梯就像豆腐块一样 瞬间炸开 这个算什么等级 李晨秋缓缓放下 膝盖平静的开口 可现场却无一人回忆 他们都瞪大眼睛呆呆地转着 嘴唇不断震战 而马前更是如此 他见过无数场侧能试炼 就连在那上面 能留下痕迹的人都寥寥无几 更别说直接把他破坏 大哥 你说 这家伙十一 一进 观众席上一个青年 扯着朱成的胳膊疑惑到 朱成没有回应对方 他此刻脑子也乱得厉害 正常 三进 全力接近四进 原来小秋真没说假话呀 见无人回应自己 李晨秋再次开口问了一遍 这是什么等级 两番询问下 马前才回过了神来 这 这 不知道啊 我 我 马前磕磕巴巴半天 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他实在不知道 该如何回答李晨秋的话 这就好比一个小孩 徒手碾碎了一块铁 然后跑过来问 你觉得我的握力是多少牛 这实力 四大学院都随你挑了 真的 李晨秋眼中露出一抹怀疑之色 之前他还以为四大学院很难进呢 毕竟网上的网友都说 天才只是进入四大学院的门条 要想得到重点培养 更是难上加难 然而就在李晨秋 准备询问学院的招生试一试 一个穿着制服的青年 急匆匆地从远处跑过来 组长 侧能场门口聚集了很多人 都想见一眼这位 来到了大门入口处 只见这里围满了飞压压的人群 他们都是一些排名靠后的小学院负责人 他们都想得到像李晨秋这样的一位天才 让自己的学院棚毙升辉 快 按计划行事 站在人群最前方的老者抬臂朝前 话音刚落 两道黑影从人群之中窜出 像土匪一样驾着李晨秋就往外跑 最后更是将他带上了一辆大巴车 快走 都跟上 司机一脚油门 大巴就立马飞速驶离了特能斯的大门口 在行驶了几十分钟后 李晨秋被带到了一间酒店顶层总统套房 他坐在柔软的真皮沙发上 周身一米之外都围满了密密麻麻的人 虽说人数众多 但是却都是排名靠后的一些小学院 为首的老者一脸语重心长 那些排名靠前的学院并不缺少天才 所以只有来我们学院才会被当做猫 来我们学院 给你包分配男朋友 生了猴子还送学去房 就这样你一言为一语 各个学院都在争相展示自己的实力 听得李晨秋直犯规 但是好在这时 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我知道你们都在里面 开个门让我凑凑热门 一道年轻的声音从门来响起 我是摘星李树 明明是轻飘飘的四个子 却像惊雷一般在众人脑海中乍响 不开门我可就要硬闯哦 年轻男子的声音带着一丝戏血 文言站在靠近门口的年轻女子 赶紧扭动门把手 房门被人推开 一个年轻俊朗的男子笑着走了进来 在其身后还跟着一个 长相憨厚的中年男人 他正是带李晨秋来特能斯的诸城 年轻男子悴然一笑 反不走到李晨秋面前伸出自己的手 自我介绍一下 摘星学院李树 普通居民李晨秋 李晨秋伸出手与李树窝在了一起 可看着眼前这个满脸笑意的男人 他的本能却告诉自己 这家伙绝对很强 然而李晨秋翻遍了脑子 却也没有找到有关于这个摘星学院 就在他疑惑之时 李树和善的看向众人 你们都讲完了吧 可现场却无一人敢回忆 在李树的介绍下李晨秋才明白 原来摘星学院是独立于所有的学院之外 他们鼓励杀戮 鼓励争夺 坚信实力至上 谁强 谁就是规则 他们甚至凌驾于联邦的法律至上 因此很少人能活着毕业 虽然摘星学院环境恶劣 但如果你足够强大 那里便是天堂 想通的话就来楼下12138号找我 李树说完 便带着朱成走出了房间 然而就在房门关上的瞬间 原本安静的环境立马变得吵杂了起来 他们纷纷阻止李晨秋 让他远离摘星学院那群好战的疯子 人只有先好好活着 才能考虑慢慢变强 可面对众人的苦苦活心 李晨秋的心理却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念头 只有先变强 才配活着 谢绝了众人的好意 李晨秋恍返地走出了房间 接着来到了李树所说的地方 李树给他泡了一杯office 然后便鸣嘴一笑 欢迎你 不过要想加入我们摘星学院 还需要通过考核 但是现在内容还没有确认 李树说着 将一张黑色的房卡放在桌子上 这几天你就住在这里吧 最后我会发短信通知你 就在李树离开房间不久 李晨秋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刚按接通键 里面就立马传来了那熟悉的嗓音 臭小鬼 你小子干什么去了 为什么店里来了那么多记者 李记对着电话大吼 而李晨秋则是尴尬地挠了挠头 大概就是一不小心 打坏了特能斯的侧能品 接着他又把整件事情说清 然后趁着李记骂娘的时候 迅速挂断了电话 李晨秋长舒了一口气 面对这个老头 他总有一种无力的感觉 但是轻松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大概过了几个小时 朱成就带着一脸阴沉的李记 找了上门 而后面还跟着一个 扶着屁股的李清夏 李记很生气 但生气的原因 却不是饭店被围住做不了生物 而是生气这孩子 竟然不告诉自己 就前往特能斯那么危险的地方 可庆幸的是 还好并没有出事 所以李记也只是口头训斥了几句 之后几人便和往常一样 坐在餐桌上开始吃饭 饭菜是酒店免费提供 所以不能错过这样的好机会 李晨秋直接叫了一张大桌子肉 然而就在众人都大快朵鱼的时候 电视上却突然出现了不合适宜的画面 最近我是出现一只危险系数极高的复苏者 为了广大民众的生命安全 请各位适当减少外出时间 而主持人所指的复苏者 赫然就是当时的李晨秋 但是却是他伪装后的外貌 李晨秋当时的容貌和信息出现在了电子屏幕上 编号096灾水 灾害等级高危 异能等级 晋级武进之上 地狱11号城市 这太离谱了 李晨秋虽然表面正经 可内心却是翻江倒海 我特么现在也就四近的实力 怎么能被平到武进之上 还有更离谱了 就是这个高危 这就代表着安统斯派来镇压的天命主 实力将会远超武进 这可不是他能搞定的存在 于是乎这几天 李晨秋都一直待在酒店几乎没有出门 直到4月16号的到来 他才第一次踏出房门 他想弄清楚那天监视自己的 到底是谁 而目的又是什么 然而就在他刚出门不久 李晨夏却叫住了他 既然你说这次黄山之行可能有危险 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不是二哥 你自己什么水平心里没点数吗 要是遇到危险我来不及保护你怎么办 虽然李晨秋多次拒绝 但架不住李晨夏态度坚举 所以他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黄山景区的大门 这里是兼职人员的集合地 今天来做兼职的人也不算少 大概男男女女几十人 人员集合完毕之后 他们都被安排上了一辆大巴车 起初车厢内并无异常 可就在大巴开出去几分钟后 李晨秋突然浑身一抖 仿佛被一道充满杀意的阴冷眼神所遇 男孩坐公交时惊恐地发现 一道充满杀意的眼神竟然死死地盯着自己 可他见状飞弹不跑 反而故意坐到了那个人的旁边 那时候在旅馆盯着我的 也是你吧 复苏者 李晨秋的表情逐渐变得冰冷 他的手掌死死地牵住了对方的手臂 我问你什么你最好老实回答 李晨秋的力量在青年面前显得不可撼动 可青年却在这时奇怪的咧嘴笑了起来 该老实的人是你吧 话音刚落 几十道视线便立马落到了李晨秋身上 心跳得挺快的嘛 青年戏谑的一笑 你做你的兼职 我做我的事情 我们最好不要有任何关格 说完青年便抽回了自己的手臂 开始刷短视频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李晨秋的心跳加速并不是因为紧张 反而是因为兴奋 他已经被压抑了太久 他需要一点点疯狂来释放自己 在大巴行驶了半个小时后 众人终于来到了黄山山顶 车辆停在了一栋六层的酒店旁 在一个中年男人的带领下 人群纷纷往酒店方向移动 李晨秋和李清夏则是在最后方跟着 刚刚在车上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那么多人突然盯着你看 李清夏低声开口 他们全部几乎都是复苏者 而且是一伙的 我只是得罪了其中的一个 李晨秋轻描淡写地说道 这几句话却把李清夏吓得不轻 他咽了咽口水拉住了李晨秋 那他们等一下会不会针对我们 要不我们现在就跑吧 这兼职不做也罢 然而他们的退路 早已经被二十岁的保安大爷给堵死 没有办法 两人只能硬着头皮继续 但这也正中了李晨秋的心意 也许旅馆的那一言只是青年的不经意 可是现在的他 绝对不能错过这场盛大的宴会 在这里的每个人都领到了一套保安符 和一张酒店房卡 领完了先去房间休息 等完点我会通知你们这次工作内容 李晨秋他们被特意安排到了六楼的位置 虽然酒店房间的配置很常规 但一旁的李清夏却急得团团转 完了完了 手机根本没有信号 要不我们直接闯出去吧 李晨秋没有理会他 而是在低着头小声嘀咕 到底是什么原因 能在这集聚如此多的复苏者 五辆大巴车 加起来几乎达到了两百多个 是利益吗 又或者是仇恨 李晨秋越想越不明白 李清夏则越听脸色越白 然而直到晚上五点半 也没有人来通知他们前去工作 但是往楼下看去 已经有不少的兼职人员走出了大门 就很快被浇灭 只听见楼下传来一声声惨叫 还有密密麻麻的脚步声 红在六楼靠近楼梯口的男子坐不住 虽然他害怕的双腿都已经止不住颤抖 但是看着老婆那忧心忡忡的脸 他还是决定自告奋养出去看看 那你小心点 老公 我和女儿在这等你回来 但是刚下一个台阶 一条长长的东西就冻穿了他的心脏 嘿嘿嘿 早起的虫儿有鸟吃 一道阴森森的声音从楼梯拐角处传来 接着从里面走出来一个全身湿漉漉的复苏者 他细长的舌头在空中不断的流动 楼梯口的女人看见这一面 瞬间被吓得呆住 但是还好女儿稚嫩的声音 将她的思绪拉了回来 复苏者 是复苏者 女人颤抖的声音在酒店回荡着 让原本就阴森的地方显得更加害人 可唯一的楼梯口已经被堵死 因此她只能将女儿拉回房间 小月 听好了 你就躲在床底下 无论等会发生什么都不许出来 妈妈会保护你的 女人强装镇定地挤出一抹微笑 但身体本能的恐惧 还是让她的眼泪不停往下落 将女儿安顿好之后 女人躲到了靠近门口的卫生间里 她的双手死死地握住了拖把 躲好了 我来了 复苏者满脸玩味地走进了房间 可就在她观察屋内情况时 女人便用拖把狠狠地砸了过来 太慢了 复苏者邪魅一笑 几秒后 一个不知名的东西落在了小女孩前面 妈 女孩不自主就喊了出来 可正当她想要捂着自己嘴巴的时候 一阵失踏踏的脚步声在她耳边响起 一抬头 复苏者的脸就赫然出现在眼前 原来还有个漂亮的小女孩啊 这突如其来的意外 让她不停地往床底缩去 可后面根本就没有退路 看着复苏者的手缓缓地伸了进来 女孩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 然而就在这时 门口突然传来一道响声 打断了复苏者的动作 转头看去 只见李晨秋双手插都缓缓走进房间 你 是李晨秋 复苏者眼中露出一抹惊讶 我这么火了吗 连复苏者都听过我的名 李晨秋诧异地问道 可没等她把话说完 复苏者的舌头就像一颗子弹一样射出 可李晨秋只是一侧头 便躲开了攻击 随后她直接伸手抓住对方的舌头 用力一甩直接将她扔出房间 哈呼哈呼 复苏者满脸惊骇地喘着粗气 她不明白像李晨秋这种焦点的物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然而还没有来得及思考 她的头颅便被李晨秋左手按住 借着右手一拳挥出 骨头碰撞粉碎的声音在场上响起 女人下巴瞬间变得细巴烂 剧烈的疼痛让她四肢止不住地抽搐起来 复苏者虽然能再生 但这并不代表她不具疼痛 我问你 你们来北黄山的目的是什么 来了多少人 最强者是什么实力 李晨秋神情冰冷地问道 几秒之后女人伤势恢复 她眼神阴狠地盯着李晨秋 你知道我是谁的女人吗 放了我 我饶你 郭造 李晨秋手掌用力一按 直接将复苏者的脑袋压爆 在解决掉她之后 李晨秋慢慢朝着楼下走去 狭小的楼梯间内 众多复苏者挤在一起向着六楼冲去 他们身上沾满了鲜血 每个人的眼中都充满着贪婪与嗜血 就剩最后一层了 我再吃几个一定能突破二斤 你小子别挤啊 急什么呀 然而就在他们争执之时 一个青年从拐角处走了出来 此人正是李晨秋 一名年轻复苏者 见状露出一道猖狂的笑容 歪着脑袋就要朝她的脖子咬去 太慢了 李晨秋抬起胳膊 像拍苍蝇一样 抽向对方的头颅 砰的一声 直接将她拍成了血污 这突如其来的 变故下猛后方的复苏者 她惊恐地抓住栏杆想向后退 可身后的其他人 却根本不给她机会 直接把她挤到了李晨秋面前 没有意外又是几声巨响 在李晨秋接连击杀了 七八个复苏者后 众人终于意识到不对劲 往后退 都往后退 有一次实力超越三进的天命者 在这几声吆喝下 那群疯狂的复苏者终于恢复了李晨 接着朝五楼的走廊退去 这时人群中有复苏者认出了她来 这不是那个离极已能的天命者李晨秋吗 他怎么会在这里 李晨秋并没有理会众人的疑问 而是抬头看向了走廊镜头 几秒后 一个肌肉极其夸张的男人 从里面的房间走了出来 他的嘴角还沾着未曾擦干净的血液 在李晨秋的目光和对方碰撞之时 他身上的鸡皮疙瘩便立马显现了出来 这家伙的实力 在我之上 有意思 徐远眼中杀一番疼 推开挡在眼前的复苏者朝李晨秋走来 对方强大的压迫感 竟然让李晨秋的情绪都产生一丝波动 对于一个能让自己感到威胁的复苏者 李晨秋也很兴奋 只见他脚下一动 整个人如箭矢一般飞射而出 请客间便杀向走廊内的其他复苏者 上来就是一个左刺拳 再加上一个右边腿 当时对方也大意了 没有闪 所以脑袋便瞬间炸开 在场的复苏者大多都是一镜 与李晨秋的差距实在太大 他就像狼鹿羊群一般 游刃有余地收割着众人的性命 如入无人之境 可轻松的屠戮并没让他感到一丝喜悦 相反 他内心的疑惑却越来越浓 明明在昨天第二幅必课的上色 已经完成了将近70% 按理说现如今杀了这么多复苏者 第三个异能应该已经觉醒了才对 可还不等李晨秋深思 一股良意从他后背升起 千军一发之际 他将全身力量都汇聚小腿处 才勉强躲过了徐元的攻击 转头看去 底下坚硬的水泥地面直接被砸穿 恐怖的波动 甚至将周围的复苏者都震飞了出去 灰蒙蒙的烟尘之中 徐元收起自己的拳头 不错呀 一个三镜竟然能躲过我的拳头 你也不错 如果这一拳打中我的话 那不得掉块皮 李晨秋笑着说道 但双眼中却满是戒备 他的实力是三镜逼近四镜 而眼前这个男人却是实打实的四镜 哼哼 徐元低声阴沉沉地笑了一声 突然身形一闪撕裂空气 握拳狠狠砸向李晨秋 恐怖的力量在空气中打出刺耳的阴霸声 可面对如此攻击 李晨秋却只是一个侧步躲开 然后双腿猛地一蹬 跳 话音落下 提前蹲在六楼的李青下咬着牙跳了下来 正正好好落在了李晨秋的背上 两人的身形像一道优美的曲线一般 瞬间就拉开了和徐元的距离 落在了一楼的大巴上 哼哼 李晨秋轻笑一声 我带安统斯向你们问好 话音落下的瞬间 他使用绝对掌控将全身上下所有力量集中在土 如一头猎豹般窜出 冲向还未开发过的山林 站在五楼窗前的徐元在听到这话后 面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白 都给我去追 说吧 他也从五楼一跃而下 朝两人离去的方向追去 徐元没有选择 如果让李晨秋活着离开 那么他们现在的这一切都将前功尽弃 残阳透过树叶的缝隙凌乱地散落在地 李晨秋背着李青下在树木山林之间穿梭 时而左转 时而右转 就像一个捉摸不定的幽灵一样 让身后的那些复苏者苦不堪言 这小子属猴的吧 怎么又不见了 徐元看着李晨秋离去的方向 核桃大的脑子里瞬间有了个好主意 你们两人带队 以C型包围圈朝李晨秋靠拢 我们只需要拖住他别让他下山 等到马面大人开启结界后 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 明白 那对男女对视了一眼 便各自朝一边跑去 他们俩都是三进的实力 山林之中 李晨秋大口大口的喘息声沉闷如雷 一颗颗汗珠从他额头渗出 二哥 你用你的鼻子瞧瞧 哪里的空气比较湿润 你该不会是想和他们一群人打吧 李青下语气惊骇 你怎么可能打得过呢 你连他们异能是什么都不知道 李晨秋闻眼嘴角勾起 眼中闪过一丝新红色的光芒 绝境逢生才有趣 此刻李晨秋的眼中没有一丝距离 压抑在最深处的疯狂彻底暴露了出来 在很多时候他都是理性的 但理性的也代表着压抑 既然某些事情已经无法用理性来解决 那便当个疯子吧 十点钟方向 李青下犹豫了一会儿开口 李晨秋一个急杀停了下来 让李青下往两点钟方向跑 自己则独自前往十点钟方向 在两人分别之后 李晨秋一边跑一边将路上的大树踹倒 以此来吸引众人的注意 在跑了十多分钟后 一条幽蓝色的小溪流出现在了他眼前 溪流不宽 甚至连两米都没有 不过这对于李晨秋来说已经足够了 积水这个异能说白了就是肆意的玩弄水 但前提是必须要有水 虽然李晨秋自身可以深化水 但这个有点费神 简单的说就是使用多了会头昏脑胀 李晨秋将自己的手机扔在一旁的草丛后 直接跳进溪流 入水的一瞬间 他便消失在溪流之中 几分钟之后 虚然他们闻着动静赶来 徐哥 水里有衣服 一人指着小溪大声喊道 虚然目光如见 身形一动 五根手指如鹰掌似的探出水中 然后抓出一件白色衣服 他呆呆地看着手中是他他的衣服 眼中闪过一丝嫌弃 众人也纷纷跳进水中 在水中拿出各种不同的衣物 这是李晨秋的衣服 他是想干什么 就算想顺着溪流逃跑 也没必要连衣服都脱了吧 徐元目录疑惑 继续追 但这地方得留几个人 我有一种预感 他可能会回来穿衣服 化作水流藏在水中的李晨秋 心中无语至极 这是什么神逻辑 不过徐元说的也没错 他等会的确要穿衣服 徐元布置好人员部署后 便很快离开了这里 只留三个人呆在这里监视这些衣物 人都跑了 谁会回来穿衣服啊 其中一个年轻男子走到溪流边 百般无聊地像河里扔狮子 就在这时 三滴水珠从水面击射而出 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三人的眉心便被水滴洞穿 解决掉他们之后 李晨秋便从水里走了出来 然而他却走到一具尸体前 上手扒下对方的保安服 套在自己身上 接着易容成了对方的样貌 黑暗的山林之中 一道道黄色的光束 在树林云云之间摆动 一个叫张同的三镜顶尖复苏者 带着超过五十个同伴 小心翼翼地搜寻李晨秋的踪迹 但是突然 寂静的山林之中 响起了一道惊恐的呼救声 戒备 张同抬起手臂 他身后的复苏者立马停下脚步 很快 一道慌乱的身影 从山林之中冲了出来 只见他浑身的衣服都破破烂烂 身上鲜红的鲜血流得到处都是 这 这不是薛大勇吗 你不是在跟着徐哥吗 怎么 怎么成这样了 众人有些慌乱的议论倒 原本就有些胆怯的心更加不安 随着薛大勇与众人的距离越拉越近 周围的空气也越发凌重 然而在两者距离只剩几十米的时候 薛大勇他整个人突然朝前扑去 整张脸磕在一块石头上面 清脆的骨裂声和血肉粘腻的声音响起 过了好一会 薛大勇才颤颤微微用手撑起上半身 他脸上的伤势当着众人的面缓缓恢复 救命 救命 薛大勇朝站在最前方的张同伸出手 见状张同一个闪身来到薛大勇面前 将其拖拽了起来 你不是在跟着徐哥吗 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吧 徐哥呢 薛大勇缓了一会后 才一五一时的将刚才发生的事说了出来 不过只有前半部分是正确的 后面的完全就是李晨秋瞎编的 没错 眼前的薛大勇正是李晨秋伪装的 就在我们三个按徐哥的分复看管匿务的时候 李晨秋的同伙突然从树上跳了下来 一言不合就对我们动手 他是二进天命者 我们打不过 后来 后来 救我一个逃出生天 说到这里 李晨秋羞愧的低下了头 张同闻言愤怒的抬脚将李晨秋踹倒在地 蠢货 你不是有对讲机和信号弹吗 李晨秋委屈地指了指自己的衣服 都坏了 带路 后面人都跟上 张同扯着嗓子大声喊了 这里离小夕并不远 但前提是走直线 若李晨秋不来干涉的话 这伙人想要搜寻到小夕的话起来 要花费三倍以上的时间 这是李晨秋无法允许的 他要赶在徐员察觉到异常之前 将这伙人逐个击捆 觉醒自己的第三艺能 常观察了一下四周 眼中涌现一抹疑惑 你不是这里发生了激烈的打斗吗 为啥这里一点战斗痕迹都没有 李晨秋正想要说些什么 一滴水珠突然在空中凭空凝聚 羞的一声直接洞穿了他的眉心 李晨秋瞪大眼睛硬挺挺地摔倒在地 突如其来的变故震惊了在场所有人 就连一旁的张同也不例外 喂 你怎么了 张同用脚踢了踢李晨秋 可他却得不到任何回应 在一个复苏者的检查下 他们才终于发现了李晨秋的眉心处 有一个小小的窟窿 这 他好像死了 死了 张同瞳孔骤然缩成针尖大小 当着自己的面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掉一人 这是怎么做到的 戒备 防御队形 下一秒张同紧张的朝众人大声喊道 五十多名复苏者立马分成十支队伍 每支队伍相隔十五米左右的距离 可对于李晨秋来说 这并没有什么用 他只要躺在地上将空气中的水分凝聚成水滴 然后瞄准发射就行了 躺着就把事情干了 场上的空气越来越压抑 安静在此刻就像死神的沉默 拖得越久 众人的心就越慌 一分钟后 终于有人承受不住了 张哥 要不我们先走吧 这感觉好像也没人了 张同皱眉犹豫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但在这时 李晨秋出手了 咻 微不可查的破风声响起 几个复苏者笑容还未脸去 便倒在了湿润的泥土上 死了 又有人死 那人话还没有说完 密集如雨般的水珠便朝众人积舍而去 有人试图用手臂挡住水珠 可根本就是徒劳 水珠无孔不入 只有张同这个三技能游刃有余的抵挡 这个攻击方式 是是 是那个高危灾害096灾水 灾水怎在这里 他不也是复苏者吗 完蛋了 高危灾害根本不是我们能抵挡的 一时间场上哀号不断 绝望和恐惧的情绪像瘟疫一样在人群之中蔓延 看着自己身边之人一个个倒下 张同目自欲裂 正当他要拉响怀中的信号弹的时候 一道半米宽水珠从水面上激起 仓促之间他根本来不及躲闪 水珠砰的一声将他撞飞了出去 连带着他身上的信号弹和对讲机都被冲怀 混蛋 张同气急败坏地喊道 一种深深的无力感直冲他的天灵带 此刻张同心里只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 为什么一个高危灾害会在这里 还在这里埋伏自己 这合理吗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越来越多复苏者倒了下来 可躺在地上的李晨秋此时却眉头几重 为什么 为什么第三个异门还未出现 思虑无果后 他分出一部分心神开始睡眠 意识进入到了宫殿之中 宫殿依旧恢弘明亮 十二毕刻依旧栩栩如生 李晨秋走到一面墙壁前 在那面墙壁上 刻着一个贱眉心目 神俊非凡的男人 毕刻中的男人虽然有人的样貌 但在一些其他部位却与兽相强 他的宽厚的耳垂上挂着两条四舌类的声音 脚踩两头威武不凡的神龙 低垂的眼眸仿佛在审视着什么意外 尽管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这面壁刻 但每次李晨秋看到这个男人时 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沉重 说不上畏惧 但就是心生敬畏 李晨秋走上前把手放在壁刻上 眉宇之间满事不解 奇怪 明明已经全部上色了 为何感觉不到第三亿呢 上次不是全部上完色就觉醒积水了吗 这次难不成有什么变化吗 李晨秋闭上眼 在记忆的长河中搜寻着自己的疏漏 企图找到觉醒积水时 自己没注意到的地方 与此同时 外界的复苏者基本全部都已经拥命 只有张同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原地 灾水 你出来 你给我出来 躲在暗地里杀人 你对得起你高威的称号吗 可此时却有一道戏谑的声音从张同身后传来 死五十几个复苏者就把你吓成这样了 谁 张同大惊失色地转过身去 小夕旁 原本应该死去的的李晨秋却缓缓站起身来 薛大勇 你不是应该死了吗 张同惊得连连后退 李晨秋没有回答对方的问题 放射性的痕迹从他脚下突然爆发 一个闪身就到了张同的头上 握拳朝对方的面门砸去 但张同也丝毫不甘示弱 同样握拳回击 砰的一声 恐怖的气浪从两人为中心爆发 张同脸上露出一抹猙獰的笑 另一只手以一个刁钻很辣的姿势打向李晨秋的泪下 面对如此棘手的攻击 李晨秋淡定如常 结 话音落下的一瞬间 咔嚓咔嚓的结冰声从张同身上响起 虽然这层薄冰对张同来说根本无伤大雅 但却让他的速度慢了一拍 就在这一瞬间 李晨秋左手成掌刀 撕裂空气斩向张相伯格 鲜血如泼墨的油画一般洒落 张同的身体直直倒下 你这力气够大呀 把我手臂都震骂了 李晨秋甩了甩手臂 水元素 冰元素 眉心不死 你你你到底是什么 张同声音发颤 他从未见过同时拥有两种异能 还能穿梅而过并不死的复苏者 临近死亡 张同反而变得平静了下来 在无先前疯癫的模样 我问你 你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最强者是谁 好好说的话我可以放你一马 李晨秋真挚地说道 放了我 张同惨白一笑 我掌握了你这么多秘密 你怎么可能让我活下去 李晨秋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那你就去死 等一下等一下 我没说我不说 你帮我做件事情我就说 张同急忙喊停李晨秋 帮我删一下手机的浏览器记录 李晨秋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沉默了几秒之后 从张同裤兜里掏出一部手机 接着竟然拉响了一个 事先就准备好的信号板 这一幕瞬间让张同呆住 他不敢置信地看向李晨秋 对方这一行为简直是找死 可李晨秋却只是人畜无害地笑了笑 在他们到来之前 我问什么你就必须回答什么 李晨秋说着将张同的手机换了话 如果你做不到 我就把你的浏览器记录公布在网上 并且告诉你的家人 朋友让你名羊联邦 听完这话的张同顿时面色一白 大口大口的血液从他嘴里流出 相比于泄密 明显他的清白更重要 在北黄山上 现如今有两个来自无人区的复苏者势力 一个是我所在的地府 一个是新世界 之所以这次来北黄山 是因为新世界在诅咒之地 发现一个风气箱 李晨秋摇了摇头 他不知道什么是风气箱 张同眼中满是差异 但还是细心地解释道 在无人区里 有一些区域规则发生了扭曲 比如喝水不能解渴 得吃泥土才可以 并且因为规则扭曲的原因 这些地方还孕育了一些 超乎常人认知生命 而所谓的风气箱 就是一种特殊箱子 里面只能储存玄气 可一旦合上风气箱的盖子 就必须满足风气箱 自身的规则才能打开 而如今黄山的这个 是当着箱子的面杀一万人 在此之前 新世界已经完成了四千人 为了完成这最后的六千人 新世界找提出了 和我们地府合作的想法 他们新世界负责完成 风气箱的规则 之后他们拿走玄气 尸体全归我们 李晨秋轻声孝道 按你所说 你们地府根本就无需处理 可看你们这浩浩荡荡的架势 显然不对 玄气的能力诡异莫测 我地府自然也想争一争 毕竟我们已经出动了马面大人 他具体什么一门五 我只知道他很巧 张同说着眼中闪过一门禁位 甚至能把四近的徐哥秒了 此话一出 李晨秋的神情瞬间凝重下来 徐元自已如今都无法正面对考 更别说马面 这还怎么夺取玄气 李晨秋神情慵懒地坐靠 在一棵老槐树下思考 但就在这时一阵凌乱的脚步声 从远处传来 五十多个复苏者赶到了附近 为首的年轻女子冯茜抬起手臂 阻止了众人前进的步伐 终于来了呀 李晨秋眸光幽暗 一动不动就像一个死人一般 都停下 不要靠近前方 冯茜抬起手臂大惊失色的喊道 当众人看向小溪边时 一股良意从每个人的脚底板窜起 兜兜 死了 怎么会 怎么会 其中一人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脚步不受控制地朝前走去 站在他身旁的男人一把拉住了他 你疯了 你没看到那里死了那么多人吗 闭嘴 等徐哥来 冯茜不耐地喊道 谁要想送死谁就去送死 我不拦着 在冯茜这一嗓子下 那些情绪有些波动的人逐渐安静下来 他眼神凝重地看着小溪边那一具具尸体 呼吸都不由自主地急促了起来 五十多个复苏者 其中还有顶尖三尽的张头 怎么会就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死了 这是新世界的人干的吗 还是说是李晨秋 老槐树下的李晨秋眉头一条睁开双眼 诧异地看向冯茜等人所在的方向 他还以为对方会急匆匆地跑过来 如今看来是自己小瞧对方的谨慎了 既然埋伏不了 那就杀吧 李晨秋眼中闪过一丝淡淡星红 扶着老槐树缓缓站了起来 两方的距离并不远 冯茜一伙人自然是听到了李晨秋那边的动静 他出声命令到 手电筒招过去 一瞬间 无数道白色的光束聚集到李晨秋身上 他的身影毫无遮盖地暴露在所有人的眼前 冯茜 那是薛大勇 徐哥的跟班 一个尖嘴猴腮的男子出声道 他怎么会在这里 这不是张同的队伍吗 冯茜自言自语道 随后扯着嗓子冲李晨秋喊道 薛大勇 你过来 李晨秋平静地应了一声 迈着大步很快便走到了众人十米开外的位置 就在他想更进一步时 冯茜伸手将他拦了下来 我问你 先前这里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活了下来 李晨秋鸣嘴一笑 一句话不说的同时迈步朝冯茜走去 李晨秋身形一闪 恐怖的速度将地上的落叶都排开到两边 一只拳头如影随形 就在李晨秋的拳头即将砸到冯茜的时候 他突然张开嘴巴 咦 啪 脑袋的破碎的声音在场上响起 可丧命的并不是冯茜 而是一个男性的复苏者 李晨秋收起拳头 转头看向站在机米之外惊魂未定的冯茜 卫一异能有点意思 他不是薛大勇 准备战斗 说罢冯茜周身的空间仿佛扭曲了一下 下一秒一阵拳风朝李晨秋的后脑勺起来 李晨秋腰部发力 带动整个上半身朝一旁磨动 额前的发丝与冯茜的拳头擦肩而过 李晨秋一脸后怕 但脸上没有一丝慌乱 如果对方是那种远程或者大面积杀伤的异能 李晨秋会觉得很棘手 但这种近距离作战他是没有任何压力的 虽然两人的力量速度相差不大 但对身体的控制与力量的调配却是天差地比 希望你一直这么轻松 冯茜冷笑一声 双拳如海浪一般连绵不绝地朝李晨秋会去 但是连续挥动数十拳 却都被李晨秋躲过 好厉害的拳法 一招接一招 真是赏心悦目 李晨秋赞叹道 可这话落在冯茜耳中就是赤裸裸的嘲讽 都愣着干什么 一起出手 冯茜大声喊道 此刻的他终于明白了张瞳等人为何会被团灭 眼前这人的异能就是易容 此人先凭借偷袭杀死张瞳 再去毫不费力地杀掉了其他人 至于对方的身份冯茜也已经了然于凶 除了新世界 还有谁有必要这么做 复苏者异能不断从各个诡异的角度冲杀李晨秋 五十多人的围攻加上冯茜的时不时的阴招 即便李晨秋可以绝对掌控自己的身体 但还是受了不少伤 锋刃 吐刺 火灼 一个个花里胡哨的异能不断动穿李晨秋的大脑 手臂 胸腔 可他的脸上却没有任何痛苦的表情 只有近乎疯狂的兴奋 这种手足无措的感觉太让他着迷了 剧烈的痛楚一遍遍刺激着李晨秋的大脑 内飞太在这种情况下急速分泌 而这时在十一号城市的出入境关口 远方的黑暗之中 传来车轮滚动摩擦的声音 城墙上的士兵注意到这辆重装皮卡后 急忙用对讲机进行核实 车牌号 连C-12138 请求核实 对讲机那头传来咔咔敲键盘的声音 一会儿后才传来声音 核对完毕 是安统斯高威肃清第十四行动小队 已打开第一道关卡 请核燕身份 收到 士兵收起对讲机 带着城墙上其他士兵匆匆离去 皮卡一个急杀停在了正中央的位置 车门缓缓打开 两男一女从容不迫地从车里走出 他们穿着统一的迷彩作战服 明明什么都没做 却给人一种淡淡的压迫感 为首的女人叫叶优 安统斯高威肃清第十四行动小队的一名队员 也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在一番和验之后 三人驾驶着皮卡离开出入境的关口 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之中 与此同时 出入境关口的十字路口处 特能斯的吉普停在道路两边 公然带着一群人焦急地等待着 司统 安统斯的长官来了 不过 来的人好像不多呀 一人指着重装皮卡的方向说道 人在精不在多 这话以后少说 公然瞪了对方一眼 然后带着众人淫了上去 肃清096灾水的人来了